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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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冬年假期 刚刚结束 我还有点糊涂 鸟儿在头顶 把森林叫醒 点点攻击让我们舒服 天上太阳一红瀑瀑 看起来很模糊 等出山坡有几颗小石 去年冬年千万没记住 青草香 出锅点 合着路 谁靠着树 抬起头 点角剪 加快我 唱她的脚步 吹口哨 唱着歌 摇摇晃晃 找到路 吹口哨 碰谶 规判 让这视频 顺眼睛 长大的我还有点 小谷刀 啦啦啦啦啦 工作日志 哎呀 哎呀 累坏我了 今天总算过去了 先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 谁呀大晚上的打什么电话 你谁呀这么晚了 我想干了是不是敢这么跟我说话 是李老板呢还没休息呢 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行了行了有你这样的缘故我身体好不了 那个我这个月的木头不是焦了吗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木头 那也叫木头柴火还差不多 是是是柴火柴火 以后我一定会注意品质 看更好更大的木头 如果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事 还有别的事 瓜董家 我问你个问题 你知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钱 当然是钱了 就知道钱是人才 懂不懂 啊 是人才 人才 所以呢 为了把你这样做人才成员工 光头强 你干什么呢 好疼啊 光头强 光头强 李老板 没事没事 您接着讲 我决定 让你每天写一份工作日志 工作日志 工作日志 写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这是让你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方便以后学习和提高 懂不懂 这是企业文化 啊 企业文化 啊 懂了懂了 不愧是你老板 远见着实 目光长远 行了行了 麻痹拍的再想也不给你加工资 每天一份 现在就开始写 什么 今天就要写 喂 李老板 喂 唉 真是折腾 喂 怎么还没有去干活啊 光头强 这就去 这就去 一大早就知道吹吹吹 哼 这个里麻花 今天运气真好 砍了好几个手都没有熊出没 不错 你是我的啦 嘿嘿嘿 你看 我怎么想拿 就12点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你都提醒我该吃午饭了 这馒头这么小 两口就没了 嗯 12点吃午饭 馒头一个 根本吃不饱 唉呀 再这样下去 连砍树的力气都没有了 应该给我提高参补费 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俺们咋办呀 再要求给我加点工资 对对对 咱们这样 分头行动 嗯 嗯 搞定 嘿嘿嘿嘿 开始干活 嘿嘿嘿嘿 这是什么 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强哥我 才能在这危险丛生的森林里 马蜂 救命啊 救命啊 没路了 太可怕了 对了 我得记下来 珍爱生命 远离马蜂 好冷啊 先回去拿到句子再说吧 哎 看来 马蜂不会回来了 唉 安全了 话说 我的句子跑哪儿去了 奇怪 嗯 已经这么晚了 大狗熊 啊 我的句子 你们竟敢拿我的句子来切西瓜 熊儿 快走 别跑 给我站住 今天强哥我凭借聪明与才智 又一次战胜了大狗熊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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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想抢我的句子 没那么容易 嘿嘿嘿嘿 站住 给俺们站住 等等 锯子坏了 希望能跟李老板申请到修理费 这回你们满意了吧 我没法砍树了 哦 这样啊 那么也不用锯子了 走 小花 趁些花去 今天真的好累啊 喂 王道强 为什么我还没收到你的工作日志啊 那个 还没写完呢 抓紧写 要详细 生动 富有感情 主题要明确 思想要健康 今天是个大扫厨的好日子 晚上吃了红烧牛肉面 今天换了新的洗衣粉 这茶味呢 工作太累 导致失眠 头发 头发长出来吧 工作太投入 头发掉霉了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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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板 我的工作日志已经给你寄过去了 您收到了吧 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呃 我让你写工作上的经验总结 呃 你写的都是寄什么来几八糟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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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听我解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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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在我心里 有了它就有幸福的甜蜜 就这样抱着蜂蜜 一起向前行 再哭再累我也不在意 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 就这样丢开那种水 到自然心 烦恼又愁通通化作动力 甜一口呀 早安 我的蜂蜜 永远爱你 我的蜂蜜 我们不分离 哦耶